- 鋅三唇 我們就看一下 這一體 鋅三唇它結構畫在這邊給你們看 如果說氫氧是直接接在碳上的話 這個氫氧它是不會解離的 所以它是屬於中性 那B血像肥皂是鹼性的沒有錯 肥皂是屬於鹼性的 那個鹼可以拿來去除油脂 所以它通常拿來當作清潔劑 那C 同學 如果說我在做肥皂的時候 我產生了甘油和肥皂 我沒有辦法用綠色過濾 我必須用鹽吸法 鹽吸法是加入濃的飽和食鹽水 濃的食鹽水或飽和食鹽水 那這樣子的話肥皂會浮在上面 甘油跟濃的食鹽水會在下面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它做分成了 那豬選項 提供講說 造化反應是酸鹼中和的同學 不是 造化反應是有機紙 再加上鹼會變成甘油和肥皂 紙再加上鹼會變成甘油和肥皂 這是造化反應 這是造化反應 所以同學 造化反應跟酸鹼中和根本是不一樣的 而且造化反應它的速度跟酸鹼中和來說 造化反應會慢許多 這樣這題我們就可以輕鬆的分 在那裡 我們開始做了 我們應該會走 開箱